随着美军现役的B-2幽灵战略轰炸机生产线,在上世纪90年代驻关闭,以及美国空军现役的B-52同门层堡垒和B-1B枪骑兵,远程战略轰炸机而已老化,美国空军留下了战略轰炸机巨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美国空军计划在21世纪30年代之前列装一款新型战略轰炸机,来维持自己三位一体和威慑这一重要体系。 经过激烈的竞争,美国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研发的一款物美价连的战略轰炸机,最终赢得了美国空军订单,这就是具有隐身性能力的B-21远程战略轰炸机。 美军现役的B-2幽灵战略轰炸机最初的采购数量,本来是130余架左右,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空军已经采购了21架,这个采购数量,不仅导致一架B-2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制造成本,由不足5亿美元,飘升到惊人到22亿美元,还是耗费了大量心血和资金的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没有赚到了一分钱的利润。 由此可见,运行战略轰炸机的制造成本和技术水平是有多高。 根据美国空军与格鲁门公司签订的100架B-21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制造数量,拥有引擎轰炸机研制基础的格鲁门公司,以每架轰炸机,不超过6亿美金的价格。 既败了赫赫有名的洛克希德马丁飞机制造公司,成为了美军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唯一供应商。 根据格鲁门公司提供的数据,这款极深为黑色的B-21远程战略轰炸机程序现行,这也使雷达系统更难侦察到。 不仅如此,B-21虽然采用了与B-2类似的飞翼布局,但外形比B-2有所减化,而且价格仅有B-2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四分之一左右。 在美军B-2隐形战略轰炸机停产多年,且价格高了,服役数量及少的情况下,B-21成为了美军急需的一款连下版,远程战略轰炸机,也成为了美军两款服役多年。 而且在现代防空系统下,生存能力极下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主要替代品。 终于拿到美国空军订单的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不仅认认真真的与美国空军行事好了具体的采购数量和资金保障条件,而且对30余加零部件供应厂加下达了死命令。 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通力合作,保证该轰炸机的顺利生产,誓言在6年之内,被达到服役条件的B-21隐形战略轰炸机,交到美国空军手里,并对美国空军列下了军令状。 那就是在2030年以前,保证完成100架该型战略轰炸机的建造任务。 巨峰评论